大家好,我是张远道士,是崔文荀,祝福中国改革开放自治周年,我爱你中国。 日前,韩国江远道知事崔文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革开放推动韩国和中国关系发展。 在接受采访时,他首先表达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中韩关系发展的祝福。 崔文荀说,他对中国的很多省市都十分熟悉,也从中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希望与中国的一些省市建立更多的联系。 他最经常会到的省市,每年都在走着压,和哈勒大学,木学部的建议会。 我每年经常会到的地方,特别现在进阵和东西通意大学学会发展。 在崔文旬看来 过去四十年 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 也正因改革开放 推动了韩中关系 更密切的发展 如今中国是韩国 最大贸易伙伴国 近五年来 中韩两国的互访人数 达5034万人次 韩国的互访人数 推动韩中冰雪合作 也是崔文旬近期的目标 早在2015年 北京成功申办 2022年冬奥会后 崔文旬第一时间 向北京市政府发去贺电 2018年 第23届冬奥会 在江源道平昌 江陵等地举行 崔文旬表示 愿将经验分享给北京 并希望能有机会 坐着高铁 去北京看东奥会 起因的最大大的目标 和并成功中一样 成功能成功能成功能 中国共产党 国共产党 共产党 各界共产党 共产党 共产党 原浅 大本市政府 今成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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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场